下旬,美国陆军参谋长克林斯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建议,要求研究如何对中朝目标进行核打击的问题。 这一研究随之,立即展开,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停止。 远东美军司令迈克阿瑟也提出要求,应对中国和北朝鲜的目标使用核武器,甚至建议在中朝边境建立一条核污染地带。 1950年11月30日,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大记者问时,公开声称考虑使用核武器。 对于11月30日,杜鲁门表示考虑使用原子弹的威胁,没把中国吓住,反而把英国、法国给吓坏了。 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,作为中国盟友的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,虽然难以打到美国本土,却完全可以用来对西欧实行报复。 于是,英法等国强烈反对美国使用核武器,并主张尽快以谈判解决朝鲜战争。 12月4日,英国首相爱德里专门赶到美国同杜鲁门会谈,表达了英国以及西欧其他盟国都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意见。 美国从以苏联为主要对手的全球战略出发,不能失去英法等盟友,加上考虑到国内的反对意见,杜鲁门便对英国首相爱德里表示,将不扩大战争,也不使用核武器。 但是,根据后来美国解密的档案,在朝鲜战场上,其实美国有三次真正考虑过使用核武器。 在西方国家呼吁和一些中立国的推动下,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,要求在朝鲜立即停火,然后进行谈判。 此时,苏联朝鲜方面又重新表达出了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。 12月4日,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家祥在回国前,向苏联外长安·葛罗米克询问,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。 葛罗米克马上表示,鉴于目前的朝鲜形势,用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。 北纬38度线作为朝鲜南北的当时的分界线,这个是日本投降之后,美苏两国画的一条势力范围线。 后来朝鲜内战爆发之后,这条界线被打破了。 打破之后,苏联原来曾经有一度想支持朝鲜北方统一南方。 后来不行了,苏联又希望以三八线为界,朝鲜停火。 那么志愿军取得了二次战役胜利之后,斯大林又一次赶到,有可能完全解决朝鲜问题。 因此他也战成,再打了过三八线去,那么就是彻底解决朝鲜问题。 12月7日,苏联政府在中国征选对停火条件的意见时作出答复, 认为应在解放汉城以后再考虑停火问题。 但是在12月13日,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提出部队修整三个月和不越过三八线的考虑。 彭德怀认为,两次大胜后,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滋涨。 据我看,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。 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禁,毛泽东同意了修整,但他仍便是彭德怀。 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,以立起整军再战。 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,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。 aaa,如果是正常发生我交流,我定要不可思考虑。 我军时的对天真是 de花命令。 我军时过三门以北平常语言之。 感谢观看